這球被扛起來 在中外野方向 在中外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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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mp 但是上去了 掉下來 掉下來喔 掉下來喔 所以 打在黃線上又往下掉 看起來沒有 第一時間乍看是沒有彈出去喔 但是一定會檢視啦 會會檢視 一定會檢視 三號圍在這裡等到最後一刻 還落到場內喔 這還是很少看到耶 很少 打在拳打最上遠的位置 通常就是直接過場 往外彈的嘛 所以會檢視 需要 很少見 過去有這樣的場面 比較 我的印象比較常發生 在台南球場 球在黃線上面 跳了一下之後 沒有往外彈 而是往上彈 對 然後呢 又掉了下來 欸 所以 深浩一直跟到最後喔 嗯 把球掌握住再趕快回船 但是彈上去之後的下一個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了 這是第一個落點喔 在黃線上 然後接下來呢 還是留在黃線上 唉唷 兩次黃線彈跳 對 所以在黃線上做了兩次的彈跳 對 所以這還蠻少見的喔 很少見 因為黃線那個寬度其實也不是很寬 窄窄的 對 所以你說在那個落點要跳兩次 真的是 真的是憨氣咧 第二個彈跳還是在黃線上 對 都把球留在黃線上 沈世遠是看了很久喔 嗯 哇 給判全A打 怎麼可能 哇 對 對對 怎麼會是全A打呢 他沒有出大牆喔 不確定這個 真的不知道 全A打的定義 對 這個 不理解 不理解 所以從豐哥的手勢上 他不斷的在那邊 比如說那是兩次彈跳嘛 嗯 兩次彈跳在護墊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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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,剛剛我也是照自己的經驗喔,過去在球場上有這種打到拳打,直接直上直下掉回場內 我自己的經驗是比賽進行中的 對啊,我的感覺是比賽進行中 結果 因為球也沒有停 因為球不是撞到水泥地上,就是大牆外的水泥地上,不是這樣的,是在牆上面彈跳 對,完全可以理解豐哥的 不解 對,不解,對 從他的手勢他就在那邊比,就是在上面跳啊 對 對 風哥,又被趕出場了 對 這個當然只有 只能講說 鏡頭這麼明顯的在 黃線上的兩次彈跳 除非 審判委員他們有他們的認定 說兩次彈跳的第二次彈跳是全面的 要不然的話 這麼明顯的拍攝 這麼明顯的我們鏡頭的捕捉 我們也都看到了 看到的大家都是同一個畫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畫面不同解讀呢 我真的不清楚是怎麼解讀這顆球的 對一次彈跳在黃線上 然後二次彈跳 還是在黃線上啊 對啊 他沒有 沒有放過大場 沒有放過大場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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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那個慢動作重播 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下一步 下一步 裁判可能會拿麥克風來解釋一下 一起試一下 對 因為現在呢就是 判決是 百貫炮 然後 風哥被驅逐出場 感謝 選球 響哥還是希望全員會到場上 嗯 ~~ 選球 選球 這樣 投票 中文字幕 李宗盛